香港电台节目《鏗窗集》记者蔡玉玲被警方拘捕 警方说他在制作节目的时候查查拿车主的个人资料 怀疑侵犯个人私隐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条例 广播处长梁家荣担心事件造成寒蟬效应 警方新界北重案组人员下午到蔡玉玲在美孚清丽院的住所守证 在后面 撞撞撞撞撞撞撞 他原谈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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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他带回长沙环境署调查警方是接获市民投诉展开调查 据了解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亦都有转介个案 哼窗集在7月《七月》罩出721 谁主真相 是关于去年元朗721事件的调查报导 蔡玉玲是那三名偏道之一 节目中透过在运输处网上系统查查 调查当晚在凤游北街接载白衣人车辆的车牌 从已接触车主 报导指涉及至少两名村代表 警方说蔡玉玲涉嫌在5至6月 透过查测得到车主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等 其后将资料用在不符合申请查测时的声明 有关声明列明获得的个人资料 应该用在同交通同运输事业相关事务 她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条例作出虚假诊述 最高可以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半年 广播处长梁嘉宁说 事件对港台的新闻工作有非常大影响 我也很关心的 我们同事被捕 是不是对我们的新闻工作有非常大的影响 我和大家一样想 会不会一种叫寒善效应 其他的调查报导会不会都叫同事 可能暂时停一停 为什么要停 我会问你为什么要停 因为我不可以随便说 要停 比如某一样工作正在做的要停 总有个原因 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 不满警方高调拘捕 引起寒蝉效应 无线电视记者李游昆报导 这种特别人的歌连 只会变成了 不